卡特家庭十九 图书馆 这是一个周六的早上。 我们去图书馆吧! 妈妈说, 耶!耶!耶! 孩子们欢呼, 图书馆很繁忙。 艾米用了电脑。 她想找一些有关足球的书。 哈利向图书馆里员求助。 图书馆里员帮助她找到了一本关于机器人的书。 妈妈找到了一本烹饪书。 然后她挑选了一部电影。 我们过一会儿可以看这个。 她想。 但是奥利福什么都没找到。 我不知道应该借什么。 她抱怨道, 这有一本关于车的书。 这有一本关于车的书。 妈妈说。 车很无聊。 奥利福说。 这有一本关于蛇的书。 艾米说。 我不喜欢蛇。 奥利福说。 这本怎么样。 哈利问。 这是关于昆虫的。 奥利福笑了。 我要这本关于昆虫的书。 奥利福把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他到哪儿都带着这本书。 一个星期后, 全家人又来到了图书馆。 哈利和艾米归还了他们借的书。 然后他们去找别的书。 艾米拿了一本关于巫师的书。 哈利拿了一本关于龙卷风的书。 但是, 奥利福没找到任何好看的书。 最后,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你想借哪本书? 妈妈问。 我要重新借这本关于昆虫的书。 奥利福说。 LITTLE FOX LITTLE FOX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